大家都知道,骑士鹏这边到了大阶局的时候 时不时的还会整出一个大阶局限定形态 以增加TV后期剧情能看点 但其实这一阵,奥鹏早在几十年前的平成时期就开始玩了 本期咱们就来看看历代奥特曼的大阶局限定形态都是啥样的吧 第一个,闪耀迪加 好家伙开局就是王炸呀 闪耀迪加的含尽量可谓是懂得都懂了 在不少粉丝的心中,更是被凤威和神四同一档的顶尖站立 除此之外,闪迪的登场条件也是极为苛刻的 TV大阶局中更是借助了全世界孩子的希望之光 才得以以闪耀迪加的姿态复活 身高暴涨至120米的同时 各项数据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最终击杀了加坦杰 后来在剧场版最终圣战中 迪加又借助了超古代战士的光 重新变身为闪耀迪加 一发吉拉提斯光束,直接将前女友口暴致死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由于闪耀迪加登场的特殊性 日后几十年的奥特曼故事中 闪迪连一点漏点的趋势都没有 全而带之的则是最大程度释放自身的光能量 从而进入力量全开模式的迪加闪耀型 虽然外表看起来十分相似 但二者本质上并不相同 简单来说就是闪耀迪加是高配版 而迪加闪耀型冲击上只能算它上一个平T 第二个,盖亚阿古如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格长大结局变得并不是一种新的形态 而是更像一种能量充盈的状态 正常情况下 盖亚和阿古如都是使用自身的蓝宝锥和蓝宝镯战斗 但在大结局中却是依靠着地球怪兽和人类的帮助完成的变身 上来便是能量充盈的状态 最典型的特征就是 这次的盖亚上来就以SV形态出七 而在设定中 SV是一个耗能极大的形态 正常情况下只能在此状态下活动一分钟的时间 但在大结局中 盖亚却使用此形态从头打到尾 可想而知 这次的能量充沛到了什么程度了 从剧中的表现来看 盖亚阿古如的实力也远超平常的水准 在于佐格的首战中 盖亚阿古如打几个凯撒德比西都费了不少劲 碰上第一形态的佐格时 更是被当成狗一样全程吊打 甚至被打得失去光芒 而在二番战中 盖亚阿古如却表现出了更强的实力 即使是第二形态的佐格也完全不放在眼里 最后更是使用合集光线轻松将佐格击杀 第三个奇迹月神模式 好家伙这位更是纯纯的圣母表啊 大伙可能没有注意过 高斯在大战局时重新与五脏一心同体变身的形态 被称作奇迹月神模式 这个形态虽然从外表看上去 与普通的月神模式没有区别 但在设定上 这一形态已经具备了感化卡欧斯头部的力量 如果抛开事实不谈的话 五脏本人多少是沾点一天 大战局时极度虚弱的高斯 一个人靠着日敏模式 就掉出了卡欧斯头部一顿 最后时刻要不是能量不足 当场就把卡欧斯头部的骨灰扬了 反观五脏呢 与高斯一心同体战斗了64级 居然都没能将卡欧斯头部彻底击杀 最后还得靠高斯克命C 战斗力实在是有够拉打 甚至到了最后时刻 居然还想着将最大恶劫的卡欧斯头部赶花 多少是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了 第四个999MAX 老麦的结局限定形态 与咱们上面提到的盖亚阿古如有些许类似 都是能量充盈的表现 众所周知 老麦的TV副本放在整个奥特曼历史上 那都是出了名的地狱副本 不光要面对夜府摩迪乌斯这样的bug怪 甚至是截断巴探 些人都是历代登场的最强客体 但即便如此 老麦全篇没有一个强华形态 甚至连帮手也只有杰诺一个 还记得这个杰诺吧 多少还沾点 属于是首战级吃鞭的那种 最大的贡献 也就是送了老麦 虽然在与百万巴萨库的首战中 一路被打得跟条狗一样 但在人类的帮众下 老麦得以满状态出战 并以超级大化到900米的身高 一跃和百万巴萨库持平 最后掏出大宝剑 手起倒落 直接将最高boss百万巴萨库就地正法 由一说一 这个形态下的麦克斯 绝对对得起最快最强的称号 别说是区区一个百万巴萨库了 哪怕是小精人来了 只能过着求老麦别杀他 也正是因为老麦TV中强悍的战力 因此粉丝也将其称作真正的神秘四奥 第五个 凤凰梦 好家伙这位更是重量级 与咱们上面提到的闪地一样 凤凰梦同样是究极为心的代表 同样也是增长限制极高的形态 需要孟比尔斯与盖斯的伙伴们 以及西卡的奥特曼 骑士其心力量共同激发 才能完成变身 代表着未来和伙伴们的信念 是小梦当之无愧的最强形态 势力方面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 从先前惨遭皇帝调查的水平 也成为了压制皇帝的水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孟皇梦》这个形态 目前就是属于一个绝版的形态 日后的奥特曼作品 很难再看到他的身影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还是变身条件 太过于苛刻 一想一想 孟比尔斯和西卡丽倒是没啥问题 关键就在于 这个盖斯伙伴从而找 众所周知 虽然目前主宇宙的时间设定比较混乱 但少说也是孟比尔斯TV结束的几十年后了 盖斯的伙伴今天不死 既然也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了 哪还有力量借给孟比尔斯了 也正是在种种debuff的限制下 导致凤凰梦进入成了绝版形态 第六个 X混合装甲 是汇聚了怪兽的情感与力量 拥有全怪兽之间的究竟装甲 拥有远远凌驾于超越形态的战斗力 目前仅在X大阶队的时候有所增长 面对超越形所不敌的格力扎时 X混合装甲可以说是全程将其吊打 最终也成功的拿下了格力扎的人头 但比较可惜的是 X混合装甲目前看起来同样也算是绝版形态之一 一来是因为登场的条件相对苛刻 二来则是因为这个形态的人气 这都算是不温不火 但上剧场版的时候 X也解锁了最强形态 被他火花 混合装甲反场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缩小了 第七个 真理特地加 真理特地加是特量用取回黑暗的力量后 觉醒的最终形态 同时拥有光暗两种属性的力量 是特地加的最强形态 不过话虽如此 但真理特地加实际的表现只能算一般般 明明是对标闪敌的究极形态 但首战表现却是被梅加洛杰压压着的 完全看不出一点究极药的盘面 最后时刻居然还得靠维新地大爆发 这才暴肿击败了梅加洛杰压 不过在战斗之后 剑舞将黑灯的力量又缓缓了一个尼斯 这也间接说明了真理特地加绝败 未来反场的概率同样十分渺茫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奥特曼大战局的陷阱形态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